近日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研究人員 有了一個突破性的發現 只需要簡單地服用維他命補充劑 就有可能緩解日益嚴重的抑鬱和自殺危機 血檢可檢測出自殺跡象 美國2022年自殺死亡數量達到歷史新高 在自2000年至2021年的21年中 自殺率激增了36% 2021年平均每11分鐘就有一宗自殺案件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數據 自殺是10歲至34歲人群的第二大致死原因 據估計 有超過2100萬的美國成年人曾經經歷重度抑鬱 重度抑鬱也是最常見的心理健康問題之一 這個數字佔美國成人總人口的8%以上 重度抑鬱症的症狀包括抑鬱情緒持續至少兩個星期 對活動失去興趣 睡眠和飲食出問題 精力減退 注意力不集中以及自尊心低落 女性和18至25歲的年輕成年人 是最常見的受影響群體 最近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一行研究 對99名有治療、抗拒性、重度抑鬱症和自殺觀念的患者 和94名健康對照組的血液樣本進行了分析 發現了能夠區分這兩組人群的五種生物指標 這些指標顯示細胞內的能量工廠 腺粒體出現故障 導致細胞之間的聯繫受阻 進而誘發自殺念頭 研究人員認為 自殺念頭可能源於一種在細胞層面上 終結不堪忍受的壓力的強烈生物反應 營養缺欠和抑鬱症相關 血液檢驗顯示 重度抑鬱症患者普遍缺少了總關鍵的營養素 例如腐梅Q10、黃葉素等抗氧化劑 以及血鹼和葉酸等能夠將脂肪變成能量的物質 研究者正在試圖通過補充劑來增加這些營養素 並針對抑鬱症的代謝問題 至計個性化的治療方案 但是補充劑並不是寧丹妙藥 研究論文的合著者Nivia博士在聲明中說 沒有任何一種代謝物質 能夠完全改變一個人的抑鬱症 但是可以通過調整新陳代謝 讓治療對患者更加有效 對於那些有自殺念頭的人來說 這個可能能阻止他們走上絕路 隨著對抑鬱症的營養和代謝問題 認識的深入 這種病症最終可能會從被誤解和自責 轉變為一種有著清楚的生理原因 和有效的治療方法的醫學實證疾病 預防改善抑鬱症的五種營養素 以下的營養素已經被證實有助於預防改善抑鬱症 第一是葉酸 第二是維他命B12 紐約諾斯威爾長島 猶太森林山的註冊營養師Emily告訴大紀元時報 大約有15%的人口存在B12缺欠的問題 他說B12在動物性食物中才有不吃魚、肉、家瓶 或是乳製品的人容易缺乏B12 第三是葉黃素 第四是肉鹼 肉鹼缺乏症多是由遺傳性疾病引起的 但是如果飲食中缺少動物性食品 也可能會造成血鹼不足 第五是果疏